恩怨过往 男姐的爱恨纠葛 结发夫妻 难消的疑心猜忌 那个心童的还好吧 你要是想离婚 我不会拖累你 心存芥蒂 让婆媳之间再生嫌隙 这多小年居然背着海龙 在四房间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第八季 莲花闹海棠香 莲花闹海棠香 羊柳河畔鸳鸯亡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连礼节愁难断 两家争闹而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行难了 事业伤 壮志难愁 读堂话 看到女生的信息 我试着发现了 恩怨是误解的消灭 齐心协力 动幻烂 莲花依旧 闹海棠 普法栏目剧 十九集营续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你是不是喜欢 从来撞到那边呢 在面这个冰杯剧 陆家 冲穿陆仇 对你的吧 外面连世人都传了 小脸在外面偷看你啊 海龙 你给我回来了 我杜小年轻轻白白 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海龙的事情 温烟空尾呀 你赶快请去收拾东西 明天就做 王老板 我们的鱼都准备好了 不要了 一定要证明 咱们鱼团的心本 我倒是有个办法 洪主任特地邀请了 治检局的专家 来检测我们的鱼 那是不是羊泡泡 病人突发老一些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一个大活人 白天死在家里 春春当中之大 下海子 上两不子 下两坏 小鱼子 小鱼子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莲花到海棠 第二部的故事 在上一集里边 我们说到 杜燕 再次出谋划策 帮助佟星明 顺利地解决了 鱼塘的难题 但是杨婆婆的死 却让佟星明 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李士军夫妇 唯恐天下不乱 抓住这个机会 是山风连火 要求佟星明 必须得辞职 村主任 你不能再干了 李家跟熊婆婆的参与 让翠花感觉到 好像 你看 不是我一个人 我又靠山 这一下子事情 就被激化了 佟爷爷备受孙节 当场哄过去 熊婆婆 为什么总是针对佟爷爷 熊婆婆 李婆婆 跟佟爷爷 三个人之间 那也是有着一段 恩怨过往 熊婆婆 情况怎么样 还在长久 还多怪我 熊婆婆 你别着急 佟爷爷不会有事的 怎么样 情况不太乐观 李爷爷处于半昏迷状态 一时不够清醒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熊婆婆 熊婆 就算我们去了 也帮不上忙 让熊明看着心里也烦 小莲也不这样 你现在回去 跟谢大神说一下 这边的情况 接下来 然后你再弄点吃的送过来 原谊 月月 那个千万不能有事 月月 你是不是听到我说话了 月月 行 我在 我在 行 行你 爷爷 我是行你 我在 你说 我怕 我怕 快要去 国闺关了 不会的 爷爷 不会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 我日 爷爷 喝到这把水素 害怕 是 只是 我不愿意 在这个 冰冷的医院里头 躺到 我要回家 回家 爷爷 您现在的状况不好 咱们不能回去 必须待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 听话 从小 你父母做的照 你小得 也辛苦 最天爷爷的花 小神 小神 你只有 神了爷爷的义 那才是 小啊 好 爷爷 我答应你 行你带你回家 带你回家 爷爷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您一定会没事的 嗯 等着啊 幸福带您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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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姐夫 夏凉 啊 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 童爷爷突然病倒了 在医院呢 我去歇大婶家 让她做点吃的送过去 我先走了啊 夏凉 啊 你姐呢 啊 她 她 不是 啊 那什么 姐夫我这着急呢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哎呀 妈 你头还疼吗 你看 您老一家的药 我都给你炖好了 趁热喝了吧 我不吃 哎呀 待会儿凉了 您老一家听话啊 喝了它 我手不吃都不吃 那我带着老管出我吃 哦 来 啥事啊 你发现没有 这姨妈怎么那么针对东西给拿 她们是针对同老头 你看我们那老头气的 你好 童爷爷在 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莫名其妙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这姨婆她 一会儿 我得去看看童爷爷 那我去熬点汤 一会儿你送过去 你来啦 干吗 吃点东西吧 那放着 一会儿再吃 燕子 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我跟医生说了 明天一早 就带燕燕回家 我还是陪着你吧 万一有什么事你还可以叫我呢 燕儿 回去吧 我陪她 好 你在家你怎么不开灯啊 没做什么亏信的事 怕什么 看来你一个暗住的挺舒服的 想去哪就去哪 没人不要你回来 那个姓童的还好吧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度假的事 哪有我做主的份 你能不能别这个态度 我想把理发店重新开起来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吗 难道我黄澹里养不活你吗 这是两码事 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吧 这跟钱没关系 那又是我不同意呢 我已经决定了 那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咱们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你能不能别折腾了 你要是想离婚 我不会拖累你 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反正我不会在家了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到老 你还年轻 你可以重新找个女人 结婚 生孩子 土耀 你知道 不要的不是你这些话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 我就想你跟我好好 我只要过日子 我只要这个 元元 感情怎么样 西敏 你一晚上没睡好觉 你先歇着 老爷子我来照顾他 歇歇事了 我办公室还有一点事 再去一趟 你有事去吧 去吧 元元 你好好休息 有事给我打电话 去吧 孩子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诶 王哥 有活是吧 城里的活啊 接 我什么活都接 王哥这样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立马过去 好好好 好好好 谁都没想到童爷爷的病如此严重 童行明遵照老爷子的医院 把老爷子带回家里去养病 童爷爷回家养病去了 村子里的年轻人呢 也在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杜燕呢 筹备着理发店 理发店要重新开业 李海龙这边呢 反正货运吧 也慢慢的算是有了点起色 可是呢 总给人感觉 这个杨柳村平静的表面之下 似乎好像有一场什么样的风暴正在酝酿 回来了 吃饭没有 吃过来 我来帮你洗饭 不用不用 你歇着吧 歇着吧 我说小莱 你那么早出晚归的 忙什么国家大事啊 哦对了 你去那个广播站 村委会一个月发你多少钱呢 二婶 是 村委会一个月给不了我几个钱 但是我也是自食其力呀 再说了 海龙现在的货运生意也不好找 我总不能看他那么辛苦 还在家白吃白喝吧 大嫂 你说这海龙也是的 这但凡有点本事 也不至于媳妇那么出去抛头露面的 这女孩子家 多不容易呀 小莱 你和海龙都老大不小了 现在的重中之重 不是自食其力 我们李家能养活你 最关键是 给我们老李家 传承香火 生孩子为重 妈 媳妇的本分我会尽的 只是 我和海龙都觉得 我们现在还年轻 我们还想再奋斗几年 目前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妈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啊 大嫂 你看看 你这 这都叫媳妇啊 这你还没老呢 等你老了 有你骨头吃 这我早说什么了 这媳妇她该教育的时候 她还得教育 你要是觉得不好说 这话人 我可就当了啊 我不是那个脚舌肝 我只不过 看不惯你受委屈 我还得保护你 啊 啊 谢谢 你干嘛呀 放开我 你看看你穿的什么 你这裙子要再短点 屁股都能看见了 你在这干嘛呀 田晓妮 你干点麻不行啊 你别干这个 你以前不是说 我就是个寄生虫 什么都不会做 成天只知道 吃喝玩乐吗 怎么了 我现在自食其力 我招你惹你了 自食其力是吧 那不是很多种方法吧 为什么干这个呀 你把衣服赶紧给我脱了 跟我走 你以为 我还是以前那个 穿着寝宁牌的田晓妮啊 我不是了 我爸的厂子倒闭了 他被抓起来了 我们家房子车子 所有全部都被拿去拍卖了 我爸还有一大屁股债 等着我去还呢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你嫌丢人 你嫌丢人可以当不认识我呀 我穿这衣服可以多挣点钱 我有错吗 咱们还算朋友对吧 是朋友 我就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 我很感谢你替我出庭作证 这个人情是我欠你的 我欠你的 我欠你的 我就得还 还 还给我 你都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 你拿什么来还我 李爱龙 我再跟你说一遍 除了你这个人 我天晓妮什么都不要 你以前不是特别喜欢花吗 这样 我出钱 我给你开一花店 你天天卖花行不行 一样可以养活你自己 花店 花店里面又没有你 我对你死因他 你不明白呀 死因就行了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 可我就是喜欢他 白龙哥 白龙哥 城市 靠山 麻 盆 老公 辛苦了 不苦 苦不苦 想想红军 两万五 行了 别平了 赶紧吃吧 都累一天了 无功不受弱 我的钞票通通的上交国库 还交工啊 必须得交工啊 老婆 你是我们的一家之主 这钱肯定都得归你管 对吧 好 李亚龙 你没藏私房钱吧 谁敢啊 我就算有那贼心 也没那贼胆 是吧 恋你也没有 哈喽 哈喽 一婆 那咋走哪去 一婆 我这不得拉后去吗 哎哟 好辛苦哦 我这人习惯了大拼 咸不住 走了 又婆 哎 好 嘿 早点回来吃饭哈 哦 知道了 它会儿 我的甜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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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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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闹了 我闹了 你闹了 我闹了 我闹了 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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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闹了 你闹了 我闹了 但是你都说说看 我跟同居面 素不相识 一无缘二无臭 我为啥子要针对他 你倒是说个一二三 不好意思 同行鬼啊 你过来都能够走了 我跟你找 还要慢慢算哦 奶奶 杨阳 我回来了 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我的燕子发廊又重新开业了 以后就成功大家多多关照 燕子 我跟你说啊 你这发廊啊 总算开业了 我平时都没地方去弄头发 就别的地方弄得都不好 就你这弄得得这 真的 没看出来啊 熊儿娃这么会说话 就凭这句话 今天给你免费了 来 免费 谁不来啊 快快快 到里面请 来里面坐 到里面请 里面请 各位 我可是先来的 我同一个进来的 谢谢 第一个 各位 熊儿娃是第一个 我先给她捡 你们就坐一会儿 休息一下 那边有水 来 我看看你的 童 童 童主人来了 童主人来了 我路过 进来看看 你今天就算是 正式开业了 对啊 那个 童业怎么样了 正想上医院给她招药 大力呢 他 他应该有自己的事呢 今天生意这么好 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你也看见了 还真有点忙不过来 不过你说 找人帮忙吧 一时半会儿 没找得合适的 哎 我想起来一个人 叫李红 谁是谁 谁是李红啊 也是我们村的 刚回来不久 他在城里边 就学的理发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行 那你妈 我走了 行 去吧 你也不整个头啥子 大力 赶紧来 你快点帮帮忙吧 你这么多人 你老婆都忙不过来了 说明你也刮个胡子 你看你那胡子 哎呦我天呐 就真这么沧桑 大力 没事 你忙你的去吧 那行 奶奶 我觉得吧 这个事啊 就是你做的不对 要不 你还是给公爷爷 去道个歉吧 行不行 不 你这老太太你真是的 你本来就做错了事 那这样 你不去啊 我弟弟去 我不是给你买烟窩吗 你做错了事 你就别想吃了 我送个人同爷爷去 乖乖来 不断钱啊 不要道歉也是他 我道歉是他亲我的 哎姨妈 你是不是和那个同老爷子 他有什么过节啊 人不到 不说 哎呀 哎姨妈 我跟你说啊 那个同老爷子啊 和我那个过世的婆婆 那关系可不一般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 你爸爸都是过世老的人 你害得乱七八糟的糟蹋他 挤点口袋嘛 哎呀 你老娘家 你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啊 出去 给我出去 好 同爷爷 您现在啊 就是安心休息 什么都不要想 像您这身体啊 国一百岁没问题 我给您啊 买点燕窝 您空了就 是你啊 同志位 我来看看同爷爷 那个事儿 我听说了 我奶奶啊 就是脾气匠 说话直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我批评他了 我们让他来 让大家好好想想 闭门思过 那我就不打扰了 同爷爷 那我先走了 改天我在看您 我先走了 我送你 那爷爷 我先走了啊 同志位 你真的 别给我奶奶置气 我知道她 她没有恶意呢 也不能全怪全婆婆 我爷爷身体本来就不好 还一直不肯上医院 其实我奶奶啊 一直想在农村 建个养老院 修建养老院呢 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只是你奶奶坚持要拆 杜家的牌坊 这个我不能代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奶奶跟杜家 到底是怎么了 这样吧 我奶奶那边 我来做思想工作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这也算是我的办个老家了 好 就冲你这句话 如果真的有机会 修建养老院 我一定会进行毅力 那行 那咱们就分头工作 好 那你赶紧回去吧 去陪童爷爷 我先走了 不错 轻症怎么样 要是不合适你就说啊 喂女 洗头还是剪头啊 童主任叫我来的 是李红吧 听说你是个属手啊 我在城里 进的口都是大理发店 我这可是小店 童主任介绍的 给个面子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给我 那这样吧 试用期就八百 等过了试用期呢 就寄件八百加提成 我们怎么样 才八百块钱一个月 太少了 你也看到我店就这么大 要是工资开高了 我可请不起 行吧行吧 反正行这也是行 不过我得说好了 不过我得说好了 你一个星期得帮我一天假 行 这没问题 那咱要是说好了 今天就开始上班吧 行 嗯 那你先坐会儿啊 帅哥 老板你洗头 你是叫洗头还是剪头啊 这边坐 洗头 你要干洗啊是谁洗 干洗 帅哥可真帅 你是新来的吧 帅哥 我叫李红 你可以叫我小红 以后常来找我呀 可以啊美女 那你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拿洗发水 好的 帅哥 帅哥 看你家里哪一种 小脸 你回来了 嗯 我回来了 哦 对了 我在城里还给你带些礼物呢 你干嘛那么客气啊 你表哥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呀 想你了呗 所以早点收工呗 累不累 那行吧 别动 老板 好 来 进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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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奶奶 奶奶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就别装了 哪有睡觉要戴眼镜的呀 奶奶 你难道 这不想问问不 没啥这 问你同爷爷 死了没得 奶奶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跟你说 同爷爷现在身体状况 特别不好 再说 这个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 你好久变得像个老婆一样 啰哩啰嗦的 又睡觉了 出去 那我在这儿陪你 出去 出去 行行我出去 你急什么呀 你最近关门得像的 我出去 没有红了 谁知道吗 那鱼还买给我吧 要 当时要卖啊 我现在就带着司机过来了 我再多顶两千斤 真的 村民们注意了 村民们注意了 好消息 好消息 王老板要来买鱼了 五千斤 五千斤 来了 来了 王老板要来买鱼 来了 王老板要来买鱼 来了 王老板要来买鱼 来了 看来啊 我同堪鬼日子 你走到头了 想死我了 你在哪边 等到我 那哪些事 你适合 来 告诉他吗 妈 妈 许海 海龙 你这是 妈 干嘛啊 自己儿子的 哈喽 还没吃饭呢 你看你那媳妇怎么当的 自己男人跑车这么辛苦 回到家来 连口热饭热菜都吃不上 我去叫她 妈妈 你叫她干嘛呢 在那儿睡 小脸 小脸 来了 妈 我让你叫她干嘛呀 我这吃饭可就睡了 你不能这么宠着她 妈也就是想让她知道 应该怎样做个好媳妇 那小脸不错 挺好的 挺好 妈 海龙 妈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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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媳妇怎么当的 自己男人跑车这么辛苦 大半夜都回来 连饭还没吃呢 你倒睡得踏实 我是在等海龙 我等着等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妈 您上去睡了啊 我们一会儿就睡了 你就吃个冷馒头 那怎么行 让你媳妇把饭菜热好 妈 我自己热一下不就行了吗 这是她当媳妇应该做的事 妈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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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走了 太郎 太郎 先吃点水果垫垫吧 来 儿子 你看你那媳妇 我要不叫她呀 还在蒙周宫呢 妈 你儿媳妇呀 也特别辛苦 你呀 多提亮提亮啊 我还不希望她 当什么广播员呢 这结了婚的女人呢 就应该以家庭为重 再说了 妈还等着 给你们带孩子呢 我问小莲 这般年轻嘛 暂时啊 还不考虑这事啊 过几年 你想要多少个女生 那边上 租车队走行 带你媳妇 下猪子呢 妈觉得吧 最好是一二一年 凑个好赞 行行行 你怎么高兴啊 就这么做啊 海龙 翻身好了 这杜小莲 虽然背着海龙 乘四房间 看姐来两根饼 加蛋加肠上啊 干啥呢 你说咋该的事啊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踏你了 你别踏啊 你咯不咯是不是 你咯不咯 警察上场 我踏 李海龙 李海龙对工作的努力上进 最终人家这个货运的生意 有了起色 满心欢喜的李海龙 怎么也没想到 会遇到田小妮 田小妮 当初很蛮横啊 大小姐脾气 居然沦落到这般田地啊 田小妮落难之时 对李海龙真情告白啊 李海龙这个 确实有点于心不忍啊 他觉得田小妮落入 今天这样的窘迫的境地 自己呢是难辞其咎 于是啊 这李海龙瞒着小莲呢 攒下了私房钱 想去弥补对田小妮的亏欠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王开碧意外地发现了 这个私房钱 他立刻就认为 这是儿媳妇干的 如果没有善意的理解 有效的沟通 那矛盾 他可就是定时炸弹 现如今 这炸弹就要炸 多愿理发店开业了 彤青明呢 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红 这李红 一看就觉得 这不是个擅长 这个人得到来 会跟我们的故事 带来一些什么 虽然 一直对童爷爷心怀怨恨 但是呢 童爷爷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 穷蓬内心反而生出了许多担心 甚至有悔恨 现在呢 随着童爷爷身体是越来越虚弱 这让童爷爷意识到 是时候了 要揭开 深藏在心中的秘密了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下集咱们接着说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下期见 下集咱们下期见